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36集 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后 尽管绍安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专场的忙乱之中 但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 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不时浮现在她眼前 她在专场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 她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她的钱 董事的蓝香心疼她 体谅她 怕秀莲和她闹架 几年前 绍安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 光景好转了 可家庭却四分五裂 但话说回来 她又怎能全部埋怨她的秀莲呢 自进这个家门来 秀莲也没少吃过苦啊 现在秀莲又熬死累活 帮扶她支撑这个大摊场 家里和专场两头忙 手上经常列着邪口子 虽然秀莲坚持分了家 但相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 平时这面家里做点好吃喝 秀莲总想着给那一面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 天冷的时候 母亲眼睛不好了 秀莲就熬夜 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得干干净净 就是绍安给老人两眼买油 秀莲也从不说什么 只是绍安要把一笔大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 秀莲就有些不高兴了 钱是秀莲管着的 分分离离的花费都瞒不了他 绍安思来想去 觉得分家以后 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尽到责任 办法总应该是有的 但他忙于自己的事 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关照过 怎么办呢 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 也起不了大作用 反而还得和老婆磨牙半嘴 绍安在他的专厂一边起劲地干活 一边焦虑地私谋着 后来他突然想 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 和他一块办专厂 是啊 他掏大钱雇佣两旁侍人来 为什么让弟弟流落在外边 赚人家的下眼钱 少平受死受活 一月又能赚多少 如果弟弟回来 和他一块办着专厂 他们两个合伙操持 赚得红利一分为二 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 要是这样 秀莲也就无话可说 他相信 他能说服妻子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而这样 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 好 早应该这样办了 孙少安想到这里的时候 停止了干活 赶忙卷起了一只汗烟棒 他开始深入考虑 怎样实施这个计划 他越想越兴奋 弟弟文化程度高 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 不用再掏大工钱 雇这位河南师傅了 弟兄俩一个照料专厂 一个出去办外交 说不定还能把事干得更大来 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 在置砖机旁吸了一只汗烟卷后 就决定明天亲自去黄园找少平 少平会不会回来呢 这倒是个问题 少安觉得 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 但另外一些方面和他有很大区别 弟弟脑子里常有一些怪想法 也许是书念的太多了 不过少安想 他还是有些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 他知道少平在外面 也赚不了多少钱 当初少平不愿意和他一块办专场 想到外面去闯荡一番 年轻人嘛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当年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 说不定也要出去闯荡一回来 少平闯不出去 自然就会回头的 至于他迁出的户口 那好吧 迁回来就是了 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 拒之门外的 孙少安想好以后 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园 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把走黄园的事对秀莲说了 当然 他没说是去找少平 他对妻子撒谎说 有个熟人告诉他 黄园一个下马单位 有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 他想去看看 行不行一两天就回来了 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 等少平回来了 他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 反正到时生米做成熟饭 秀莲同意不同意都无济于事了 本来 少安想先和父亲商量一下 但觉得也没必要 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干 父亲肯定不反对 还会很高兴的 他先要说服的 只是少平 第二天早晨 少安换上了秀莲为他洗干净的外胶制服 便在家门口下面的公路上 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 挥手挡住了去黄园的班车 他有点兴奋的踏进车厢 在车窗玻璃前 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招手 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 下午两点钟左右 孙少安到了黄园 当他携背着那个落满灰土的黑人造格皮包 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 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 头晕目眩 他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了 他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 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 太阳朝东边往下落了 我的天 这就是黄园 这么大的城 一条街恐怕比双水村到冠子村都远吧 他现在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 他走时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 少平是揽工的 谁指他在什么地方 找到俊海父子就能找见少平 家里写信也都是寄到这里让他们转交的 孙少安走到一个早接到的老头跟前 先掏出一根纸烟往老头手里递 老头一惊 少安忙笑着问 老人家 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 他说着又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 老清洁工大受感动 他大概没碰见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 老头举起手里的扫把 热心的给他指点了半天 其实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少安对着老头道了谢 就急忙向前面走去 他心里踏实了下来 他刚踏进邮政所的大门 就被照门房的老头大声喝住了 当少安说出他要找的人时 门房老头告诉他 金俊海父子都出车去了 一两天内不会回来 把他的 这该怎么办呢 孙少安立在大门口 头上急得冒出了一层汗珠子 他人生地不熟 到哪里去打问弟弟的下落 他惶惶不安地转到街道上 立在一个小杂货门室前 盘算他该怎么办 他想起了润叶 除过金波父子 这城里他认识的人 就是润叶和润叶二霸了 田夫君是地委书记 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 他进不去 润叶听说 在团地委工作 门上可能没警察 但少安又鼓不起勇气 去找他呀 根据树木和电线杆 投在地上的影子 少安知道 时间已经不早了 不论长短 他得先有个落脚的地方 对 赶快去找旅舍 要是晚上没地方住 他就得在这街上 蹲一夜了 他看见 东关房墙上 有许多箭头 指着一些旅舍的去处 他凭在元溪县城的经验 知道 这些旅舍都是私人开的 他不敢去住黑店 因为 他身上装几百块钱呢 万一叫小偷偷走了 那还了得 听说城里贼娃子很多 城里人钱多 贼娃子 当然都往城里跑 他们村的金妇 听说就在黄园 做这生意 少安决定 去住国营旅社 他对公家单位 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 觉得那里面 要安全一些 他要时刻留心 自己身上的钱 因为第一回出远门 他实在估摸不来花费 就多贷了一些钱 另外 他不知 弟弟已经西晃成个啥了 准备随时帮助弟弟 解决困难 孙少安背着黑人造隔皮包 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 过了黄园河老桥 便向对岸的大街道上走去 他一路留心着 看门牌上的字 寻找住宿的旅社 他肯定 公家的旅社都在大街上 接连问了几家旅社 都已经刻满了 孙少安这才有点紧张起来 哎呀 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 有钱 连个住处也找不到 孙少安惊慌失措的 从黄园街上走过来 一直都快到北关了 还没找到个住的地方 他无意中瞥见了黄园宾馆的牌子 他知道这是个高级地方 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 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 少安就冒出个颇有气魄的念头 干脆到黄园宾馆去碰碰运气 他于是鼓足勇气 心咚咚地跳坛着 走进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 孙少安运气不错 黄园宾馆最近会议不多 接待零散客人 我住吕社 少安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 结结巴巴对里面一位办公的姑娘说 吕社二字 显然使搞登记的姑娘 好奇地抬起头来 瞟了他一眼 那姑娘问 几个人 就我一个 少安陪着笑脸说 姑娘一边开票 一边说 证件 证件 少安吃惊地问 那姑娘抬起头来 停止了开票 说 你是哪儿的 什么单位 我是个农民 来这里找我弟弟 因此没证件 少安老老实实说 这姑娘看出 她不是撒谎 又问 那你带着介绍信吗 罢他的 走时都忘记在田海民那里 开个介绍信了 少安只好又照实说 我走得忙 忘记在队里开介绍信了 按规定 没介绍信 我们不能让你住 那姑娘把笔搁在了一边 哎呀 好同志来 我这是出处远门 人生地不熟 一条街走过来 也没找下个住处 你就醒醒好 让我住一晚上 少安可怜巴巴地 要求这位搞登记的姑娘 那姑娘看她这么恳切 犹豫了一下 就把票开了 那你明天得另找地方去住 交十八元钱 我的天 住一晚上就得十八块 如果原来知道跪得这么惊人 那少安宁愿在街上蹲一夜 也不来这里 但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 人家破例让你住 你再不识台去 那就不像话了 去他的 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说雄话 十八块就十八块 少安于是很有气魄地解开外衣 从贴身衬衣的口袋上 取下别着的领针 掏出两张硬针针的大团结 递给了开票的姑娘 办完手续后 少安根据发票上的房号 上了中楼第三层 服务员把票据和少安本人 反复打量了半天 才把它引到了房间里 少安进得房间来 惊讶地愣住了 哎呀 这么阔的房子呀 地上铺着栽绒毯 一张双人软床 雪白的被褥都有点黄眼 桌子上还搁台电视机 嘿 花着十八块钱 也滑得来 少安把黑人造格皮包 搁在墙角的地毯上 新奇地又把这房间 细细查看了一番 当他推开过道里 一个小门时 发现还有一间小房 嘿 这是澡堂子吗 还带厕所着嘞 他立刻激动地走进去 把堂瓷澡盆的水龙头 拧了一下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 喷出一股水 浇了他一头 也吓了他一跳 他慢慢才弄明白 一个带喷头的软金属管 一头连着水龙头 一头架在半墙上 哎呀 这澡堂子 既能躺在盆子里去洗 又能淋浴 先进透顶了 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